观战亚福SE慈善家 来我们来观战一把涅吸啊 继续看一把涅吸 看看能不能看到就是国际服独有的那个皮肤啊 那个死亡笔记的那个皮肤 那个皮肤估计没人用吧 那个皮肤比较挡视野 这边的话大富牛仔子暗家五女 哇他们这个阵容掏的也是非常的杂爪呀 这个阵容玩的意味更大一点 因为这个阵容它的容错率不高 然后呢强度也就这样 你说这个强度嘛 这个强度来源于什么呢 它如果强来源于个人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把会蛮好看的 子暗家上来被抓非能子暗家 不过子暗家应该是打不了涅吸吧 涅吸一蹦到你脸上了 你再照也照不了什么东西了吧 就当我没说 插眼你也稀啊 没有带风窗的 这边 一步 这总能打一刀了吧 哎呦我去 卡板子 神尾拉开了 神尾拉开的话 这边 灯 怎么 哎 玩的六啊 少年 哎呀 这你可是个飞轮 这把男主角 看来是这个战家的呀 前期走位烧的很 这个飞轮 好 然后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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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好 看这波倒车入 躲到下板 完美啊 这个牵制真的是完美啊 我本来想象当中是什么呢 涅吸跳过来到你脸上 对吧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照晕的 这里封他的技能 沉默你 不让你跳 你再跳 过来 好 我这边的话 变刀 这波好像有点亏啊 这波他中间有一点点迟疑 牛仔来了 但也无所谓了 因为已经牵制够了 这个机子已经牵制够了 还勾下来了 一蹦 蹦到的是牛仔 那这参加抓不了了 还是抓着牛仔吧 对 还抓着牛仔吧 那参加以刚才的那个操作 我觉得 涅吸再去抓 给他第二次生命 这他不得玩个三分钟 还不如抓着牛仔 抓着牛仔还闷掉一个薄命的 跟过来 哎 好的 大副这边 机子在修 武女机子在修 核心问题现在是 哦 那参加修机子可以的 大副那机子不要了 大副去救人 这家机子不要了 武女这边 我觉得涅吸也管不了 茨安加的话呢 涅吸这边也管不了 说实话 呃 涅吸不管去抓茨安加 还是防守 机会都不大 机会都不大 因为他防守呢 即便打个双倒 球者这边 只要能卡半救下来 大副卡半救下来 大副倒地又怎么样呢 下一波我武女 我武女来救嘛 对不对 他得是怎么样 他得是打一波双倒 然后再去秒了 赞加压住遗产机 才行 这波还是一个比较极限的卡半救人 牛仔这边一勾拉开 嗯 参加最后的机子 百分之五十 这个牛仔 倒了 好像有一定的保平机会 倒大副没有用 他得倒牛仔 因为牛仔的话 这边是个二挂 他把牛仔给处理了 开门战牛仔是个挂飞 机倒挂飞以后 再考虑留人 有机会能保平 但这机会 不大 密码机 亮了 亮了的话 武女来救一波人 武女来救一波人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个局呢 就是现在穷者 他们这边的一个准备 其实不是特别充分的 所以 再加上他们的一个开门战打的位置呢 在门的一边 也就是这边这个门 你开门战是肯定开不了的 那我开门战的时候 快速击倒 然后再去找人 再去留人 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直接量吗 直接量保牛仔买血 这样的话你的跳 对我来讲就没有用 一波跳 落地也过来 武女这边的话 有没有飞轮 武女倒地 武女倒地 三家那边跑门 牛仔跑门 大副压着 大副压着要跳地窖 这个地窖可得等等的 通知到的是牛仔 他第一次 他第一次有管门 我觉得是对的 这边过来有耳铭 人家是有插眼的 看见足迹了 这我大不了 插个眼嘛 完了 停局 就这个开门战 他们打的 怎么说 你说全是有问题 其实不是有问题 而是 这个地理位置不好 这个地理位置 确实不好 因为这个开门战 就打 等于说 他们封住了一边门 聂息封住了一边门 大门这边 你就别想开这个门了 我管大门 我先击倒一个 然后呢 这边聂息 是留着插眼的 因为他是没有封窗的嘛 所以他应该是个底牌 我刚没留意他的 上来的技能 他是个底牌的话 底牌能切船 其实这个局 保平面还是蛮大的 虽然他自然甲很秀